中国的抗疫历史远远流长 其实从西汉到至今 中国至少发生过350次以上的瘟疫流行 每一次瘟疫过后 中华民族都挺过来了 并不断增强了免疫 通过这样的势力 我们在深刻反思 中华文明的传承 文化的传承 特别是按照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传承 我们相信 中医药只要能够传承精华 首先创新 那我们一定可以在临床救治中 发挥作用 发扬光大